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钟产党 今天继续关于周星池 周星池还未提到新喜剧 已经有很激烈的变化 我真的說到要拍桌子很多時候 和人都未必有同在座兩位 我不知道我們分歧有多大 我和朋友的分歧有多大 我一看功夫是吵架的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功夫 喜歡什麼呢 就是喜歡特技 或者周星馳的九龍城寨 還是豬龍城寨那種報警 但這些不是周星馳的 不用周星馳 周星馳是看搞笑的 而我最記得 我真的很失望 其實他不知為何走到梁小龍前面 然後敲一下他的頭髮 然後反過來 我以為那些叫好笑 我以前為何要看周星馳 不看其他垃圾搞笑的 就是你不會做得那麼便宜的 這些很硬滑稽的 為何會在功夫上出現呢 但當時我記得 一直都和我的朋友吵架 直到今時今日 我仍然認識很多影壇的老前部 電影從業員也好 都會很喜歡功夫 我先說一說 你真的很喜歡Govies 你才會和人吵架 你想想一套電影是否吵架 如果有人和鄭忠基吵架 雖然說龍錦威是很垃圾 但是我不會說 你喜歡龍錦威 你喜歡吧 沒所謂 OK 功夫呢 你要如何 功夫他的製作是很好的 他的製作是很好的 他是打鬥很精彩的 他打鬥很多很有心思的 但是 你說他 那不關周星馳的事 不用跟周星馳的事 周星馳控制制作 OK 所以他的電影是一套 很好的電影 很強的 但是當然他沒有周星馳的 但他真的很想看周星馳 我不是想去看 是否袁和平 做毛子的 但是功夫在 純從一個電影來講 結構上當然是 即是不是結構 他有些事當然是做得不好 而且最糟糕的就是 周星馳你要顯示出自己很好打 但是打其實最好看的是 袁華和袁秋 打了是好 就是那一幕最好打 周星馳到最後 你怎樣打都沒有打 怎樣打都好看不過過 你自己以為自己打得 他結果只能夠做必必了 他身體肌肉都OK 他身體肌肉和李思荣下都OK 但問題是 他打的東西是不普通 還有他周星馳的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我要說回 觀察周星馳 我覺得最深刻就是一個 現在近來寫文章寫得好 寫得好出位 很多人看的叫做馮希潔 他說 他有一部電影叫做夢邊緣 是一部TVB 周星馳未紅之前拍的 一小時的演劇 他就說 周星馳整部電影又發達 有什麼發生很多 因為我都沒心機看 直到最後一個小時 五十六分鐘才出現 原來他整個那些東西 都有一場夢 都是發夢 他不是夢 而是一個幻想 他是一個精神病人 身邊的東西 全部都是幻想出來的 那個人就說 其實他這樣也好 周星馳是這樣的 他完全是生活在一個幻想世界 到現在他拍的所有的 但這部電影不是他編的 他副一做的 是 是副一做的 但他用這樣 他說周星馳 這部電影 最能夠表達了周星馳的真實 你知道他全部都是回過去之前的東西 他全部都是在腦中幻想的東西 那些人說他功夫到最後 其實是幻想 有些人的電影分析 原來他都是那個 到最後那一幕才是真實的 其他那些是小孩的幻想 那些大陸的人都很聰明 我不明白 是真的 但他其實整套 你看到他那些電影 是全部用回九十年代 他小時候八十年代 那些音樂 或者是語場面音樂 他整個人 到現在 可能他不熟悉他 不認識這個人 但他應該是一個挺孤獨的 就是他全部是在腦中自我 但為何會是去到後期 這個問題嚴重一點 為何由功夫起 因為老作 我覺得是因為他對電影的掌控 是越來越便宜的 他開始想拍一些他自己 心目中想突破的東西 而沒有東西可以掣肘到他的時候 那樣東西不是已經變成另一個 這個有兩位人說過 一個就是老蕭 他公開說過 另外是陶傑 他私下和我吃飯的時候說過 他們兩個都說 周星馳跟查理卓比林比較 那老蕭對周星馳的評價比較高 老蕭就說他是古往金融 沒有人比得上的喜劇天才 演技方面 喜劇 但是查理卓比林是有人民關心的 而陶傑就說 90年代的時候 那一派 90年代的人 很多人是看《美洲星馳》的 即是他 你搞笑而已 但你仍然都是 那一派的客戶是不好的 但今天看回來 我越是知道電影多些 我越是周星馳每一個鏡頭 每一個演技 他都很小心去做 即是他控制 他很小心 真的製造得很好 他都說 都是跟查理卓比林比較 你都沒有查理卓比林 我想 不像他人家這樣有心度 我想 人家笑中有女 我想這兩個人的說法 不僅是兩個人說 應該有二百個人說 或是二千個人說 所以周星馳應該很認識 所以他才要拍出一些有心度的東西 即是長江七號 拍出一些有人民精神的東西 美人魚 長江七號 未開始有講憐憫之心 講環保 沒錯 但這樣就出事了 因為他沒有的 因為不是這些 因為他沒有的 他沒有同理心 他沒有這種人民精神的感覺 是他沒有這種的 他從小到大就是看《金小民》漫畫 《火睇最多聲》他最喜歡的 是的 就是這些 他脫離不到 但他想要拍那種戲 所以就變成了他有一個矛盾 他想要拍那種很突破 就是別人說 其實他拍喜劇已經是無敵 但是他想要加入那些人 而那些人是每一個人都期許他做的 他要加入去的 他想要加入去的 他想要加入去的 但是他是一個幻想世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一個看網絡小說的人 看網絡小說的人 就是一個很讀L的人才會看的 就好像在外國 在美國那些人就是 Superhero 星球大戰那些人來的 那些人是一個老內的世界 是一個幻想世界的人 那些人是不可以跟現實掛鉤的 但是那些人呢 如果你到年輕的時候 你更好一點 你老了的時候 你還會長大 譬如像瓊瑤 瓊瑤 瓊瑤 老了之後就可以寫出環珠格格 老了之後就可以寫出環珠格格 不可以 很現實的東西 不可以很現實的東西 即是我們年紀大了 我開箱沒有小說 看我們能不能寫愛情小說 因為你沒有愛情 你沒有了那樣東西 沒有了那個年輕的時候 瓊瑤以前寫幾道夕陽 窗外的戲 色色相關 和少女情懷看的 然後就開始故葬了 那老蕭說 為什麼他人家有吸收 李安 就是老蕭就是周星馳 他認識的 而且他很熟悉 因為我完全 本來我想講一些喜劇 新喜劇招行的事情 老蕭都講完了 但是他講的 為什麼人家李安有吸收 人家很大個 都還能不能拍得出這些戲 但是其實 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 黑澤民以前都拍了什麼 天國與地獄 後期不是拍些亂 後來地獄 就是你年紀大了 就拍反故葬 但是 你再拍都不要緊 你不要在前線做編劇 李安自己 他不會寫過 他不會自己去寫過段會山 人家寫了段會山出來 他是拍過段會山 周星馳 你還要自己做編劇 那你就搞了 新喜劇招行 他的問題是 喜劇招行 好看的地方 我覺得真的好看的 不是他奮鬥 他奮鬥 大家講一講 是周星馳和張柏芝那段愛情 李敏寫的 是寫得好的 我養你那個 是 那段真是寫得好的 你新喜劇招行 你要抽起那段 你就知道 喜劇招行 如果沒有了周潤 沒有了張柏芝 沒有了張柏芝 沒有了張柏芝和周星馳是怎樣 你看得出那個東西 周星馳 他生活在幻想世界 他是可以拍Romance 他是拍那些跟現實生活無關 吃神那些 他跟現實生活無關 他是可以控制到的 就是他幻想出來的東西 他如果拍一種現實 一種寫實的東西 他很惡搞 因為他不是一個寫實的人 他是一個虛幻世界的人 所以他就專門拍韓魔片 他不會很 還有那段愛情 我想回應一下 那段愛情 你會覺得他那個人沒有那麼討厭 就是有了一件事 他其他東西都有點討厭 就是玩些小朋友 拍戲的時候收拖地 就是和那個什麼 什麼 熊爺 就是收拖地 就是全部都是比較負面的東西 就是他自己 在和和 或者合書都不算 夠張柏芝出火坑的時候 那些東西 一般人就會覺得容易去 覺得這個人 立體一點點 他有些事情做 有些事情可能是黑人爭 打樂拳來說 他也有感性 或者是會惡人 他那樣東西 平衡 我覺得他不是 我覺得他本身已經是一個 他不知怎樣要黑人爭 他不是一個正常人 他不是故意拍到自己很黑人爭 他本身就已經很黑人爭 而這件事 我有些朋友和他有合作 當然是很低層的 跟他很高級合作 是完全感受得到的 就是他會不會就好像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麼是黑人爭 什麼是不黑人爭 這個問題 他不是本身是很黑人爭 他就是不知道 他就是這樣 我說他 他不是一個正常人 例如喜劇之王 和新喜劇之王 每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那件事 你不會同情他 因為你會覺得他很努力 那兩個主角 你很努力 不過你沒有天分 就是你有一個傻的人 你做的事情 無端端死不去 那些 你是傻的人 他出來 你看看他 那套叫做 對趙薇 對趙薇 他對趙薇很討厭 你很討厭他這樣對趙薇 你功夫 你很討厭他這樣對王誠義 他做算死草 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他不懂得很討厭之中 他不會把華盛這件事 撿得很好 寧法他對劉嘉寧 這就是華盛 他到了武藏元蘇華爾 他都說 到了之後 你會覺得他 叫他什麼都給他 叫他什麼都給他 就是華盛 這件事 是對於一個角色 好和不好 他是很著重的 你吃神他都很討厭 你都很討厭的 明白嗎 整件事 對不對 你很不舒服的 功夫你又覺得很討厭 不知道為什麼 但華盛他不是 華盛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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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很認識 他會遷就 他是 郭國威龍 我記得老蕭說過 做什麼 做什麼 做很多老婆 和麥福尼湯 和麥福尼湯 華盛這件事 就是華盛這件事 他不可以這樣做 很討厭的 於是弄到他老婆很醜 所以華盛這件事 所以華盛這件事 唐伯虎怎麼抽香 這個故事又流傳了幾百年 只有華盛發現這個破綻 那破綻是什麼呢 那破綻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多老婆都去追抽香 明白嗎 然後他就這樣去追抽香 原來他那八個老婆 老媽媽硬給他的 然後他那八個老婆 是這樣的 所以他追抽香 為什麼他追抽香 因為抽香是一個很有愛心 派麵 派饅頭給人家的人 所以他就這樣沉迴愛心 華盛就永遠在想 但周星馳一脫離華盛 他那個 無論戲無論多好看 你都會覺得主角 是好人 即是有心愛 你不會覺得主角是好人 而這個是我覺得華盛 我自己和他一起 都不是叫做量 因為都是吹水 學了很多東西 而且華盛是永遠 他知道主角如何開心 即是他永遠不會拍 像戲劇之魂那樣的戲 我告訴你 他一定是戲劇之魂 他就一定要是一個 很有天分 但是居不不得志 很有天分 而且很努力 是很聰明的 而不像一個傻佬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就是當初的時候 陳家常拿了劇本 什麼華盛 陳家常當時拍了小男人週記 那就是一個臥底警察的故事 因為小男人臥底警察 華盛一看就看得很開心 這個故事 不過我改一樣東西 為什麼 他說臥底警察 不可以是小男人 我會給他兩支槍 他要下一個皮膚 他說這樣人家才喜歡看 即是那個位置很準的 明白嗎 周星馳就沒有 他自己一來到他沒有這個位 他只是說一件事 周日華盛永遠想到這件事 主角是怎樣 是會別人喜歡的 而周星馳離開華盛的時候 他就算去到你這麼深情的 《月光姆》拍得這麼好 他那個人去到最後 他那個轉變 很奇怪 你會覺得他拍得這麼好 情感寫得這麼好 那段故事的時候 但是他那個人 你不會是特別 說很喜歡的人 就算是賭成 你不會是特別 很喜歡的人 但華盛永遠很著重 那他孫悟空 又不是這麼大的問題 也不是的 是嗎 他覺得他對什麼 起初他對阿 《月光姓》 是的 他的女主角都覺得很壞 而且他變心那一部分 他變心那一部分 這件事是不會做的 因為他那一部分寫得太好 你忘記了他由莫文維 轉去朱欣的時候 那一部分 那個 很奇怪的程度 但那個我又可以理解 但是 怎麼說呢 可能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 所以 你現在是在說黑不黑人爭 是 我自己也 所以我還會覺得 多於華盛的人都很商業 周星馳就多於黑人爭 但我想Henry他不會說 由黑人爭到不是 以前的華盛 有些是比較土人喜歡 到後期有些黑人爭 他都會喜歡 但去到後來 那些就直接 其實很簡單 周星馳就是好笑 好笑是一個基本 你加了很多什麼 人民精神等等的東西 但你不好笑 就不再是周星馳 你說什麼 周星馳的戲就是 其實他真正熊 不是他90年代 是他2000年之後 是從來沒試過一個人 那些人不是原來 你看一萬次都是他好笑 你看一萬次 怎麼會有一套這樣的戲 你看差你 你就是任何一個人 你不會覺得 你看那麼多次 確診你 還有他有時候 你第一次看不開玩笑 你看第三次版 你很可能做到 他真正偉大的地方就是 你無論看那麼多次都是這麼好笑 而這件事是從古以來 有電影以來 也未試過有人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你問我 見尾 我覺得周星馳最瘋的電影 一定是整古專家 雖然他不是一套最好的電影 但他一定是最瘋的電影 因為最好笑 好 下次再說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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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